塗在布你要產生塗案很多方法 包含可能直接畫上去 那最傳統的就是我直接顏料 我就畫在布上就有塗案 蠟染也是另外一種方法 基本上是把蠟塗在布上 然後丟到染缸裡 那因為呢 有塗蠟的部分呢 沒有辦法被染到 所以它產生塗案 那蠟染呢 它的一個傳統蠟染工具呢 叫Chanting Chanting是 就是一個木頭 然後上面有一個很像銅或鐵的東西 然後你就挖這個蠟 然後前面這個尖尖的就像筆一樣 你可以直接塗在布上 這你們之前有看過吧 上次你講 我沒有 他上次沒有聽 我們有一套那個工具 Chanting 然後你看他還有這個 每一個大小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針對你要的圖騰大小 你就可以選擇你不一樣的穿點工具 那除了 這是用畫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想像啊 蠟染的工作環境其實是充滿挑戰 你蠟會冷掉 所以你得在它冷掉之前 然後馬上把你要的圖騰 所以你要而且你要一筆到位 剛才那個雲章問我說 那你畫錯怎麼辦 畫錯就沒了啊 你看啊 這個是我做的 你看這是我做的 等一下你會看到出來 其實我畫錯很多地方 你看我連自己的名字我都寫不好 我最後想要簽名畫 這很好啊 這很好啊 我的蠟都游到那個布上 你要看那個教我的歐巴上 他才會畫好嗎 他就這樣 就這樣啊 我想說 哇 很厲害啊 所以這個工藝呢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 如果有機會做的話 你可以更了解 它的困難度在哪裡 可是那個要畫得很細啊 其實 對啊 不是那麼容易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有一張空白的 而且那個線要晶雲也是很 對啊 你看我那個 外面這一圈 你看我外面這一圈 你看 我要塗那個 圖那個圈的粗細 因為它的蠟會一直跑出來啊 然後有的地方 你的地方凝結了 你原本的頭可能是粗的 可是因為它凝結 它就變細了 但怎麼辦 你也不會 所以我覺得那個 那個 太多那個 不是那麼容易解 那不能再把它放回去 可以 你可以再放回去啊 問題是你的線就不漂亮了 就沒有辦法延續 你就不順 所以你的動作要很快 對對對 所以你要很快 而且你要知道 你所在的空間一定很熱 因為你要確保 你的那個蠟一直是在一個 被加熱的狀態 然後 還有什麼 空氣一定不好啊 因為它 除非你在戶外 那戶外我不曉得 可能有風也不是那麼容易晃 所以你看這是他們傳統的工作法 然後這個是 蠟染用的這個 chanting 然後 好了之後還要等蠟乾 也不是說你馬上就可以 你要等蠟乾之後 你才能夠丟去 丟去染 那看這個工房 看起來就 很熱啊 不是那麼讓人覺得很舒適的一個工作環境 那除了化之外 你當然可以用蓋章的 但蓋章就比較快 比如說你像剛才 這邊都是女的嘛 那蓋章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都是男的 簡單的都是男生做 所以你可以看蓋章的話就是 另外一種很快速產生突然的方式 然後你染完之後呢 染完之後其實還有個程序叫做拖辣 拖辣就是你要把辣籃丟到熱水裡面去 因為遇到熱就融化了 那你要拖辣 所以你這樣子呢 算是你染完一個顏色 所以當你今天 像這個 這個例子好了 你要多少 你要重複同樣的工序 多少次 而且每一次啊 你都必須要確保 你的這個顏色是能百分之百到位 然後設計是 可以被 跟你想像是一樣的 能夠被完整的呈現 那這個是我被 我去 我其實 我到波羅布朵 你們會很好奇 波羅布朵的行程怎麼安排 其實我只有去 四天 那不常 不常啊 但是我其實覺得蠻久的 因為我第一天到的時候 我就是住在日熱最熱鬧的一條街 叫瑪利歐布朵 我就住在那 然後我就決定想說 我來看一下最熱鬧的一條街有什麼 所以我就在那邊 因為我都是差不多中午的時候check in 所以下午我就逛街 然後我逛一個小時 我就覺得沒了 沒有什麼特別好逛 他很多是給觀光客的店 他有什麼蠟染店啊 然後你有看不完的這個 波羅布朵的那個紀念品 鑰匙圈啊 這基本上是 你去當地會 在那條街看到的 然後我隔天我才包了車子去 波羅布朵 所以但是我本來目的是去波羅布朵 然後去看日出 很多人會推薦兩個行程啊 你去波羅布朵不是看日出 不然就是看日落 那我去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特別準備 那其實我去的時間是蠻好 可以去波羅布朵看日落 因為我大概中午都會到 但是我到那邊我要研究一下 我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沒有做任何功課 我去的時候是很很很隨機 我買了我買了這個AIR ASIA票 我就去 其實大概六千六千多塊而已 你是集中會去到那邊嗎 沒有AIR ASIA沒有直飛 AIR ASIA是從台北飛到吉隆坡 然後我到吉隆坡的時候是凌晨四點 我是紅眼扳機 我在凌晨四點 然後凌晨四點 我想說反正我行程很鬆啊 我沒有差 我在凌晨四點 然後再轉了飛機去日熱 這樣子 我是這樣子這樣做 所以我到那裡差不多 中午那天那種機場過去 剛好check-in 為什麼不直飛雅加達 因為我要省錢啊 比較貴 你比較貴 直飛那裡比較貴 我這樣回答是不是太熟了 因為我覺得預算上的考量太熟了 雅加達會貴是不是 直飛都比較貴啊 而且還要我剛好那個時間 因為我是很臨時 我就想說我有機票我飛 我覺得便宜的方式是去進龍坡 我不曉得他是不是最便宜 所以應該有更便宜啊 如果你可能集中摸太熟 反正我就這樣去 然後我當天在這個日熱 逛了一下午之後 然後我隔天就 就從飯店包車去波羅浮屠 波羅浮屠 那到波羅浮屠 我想說那我要幹嘛 我本來就很想要去上這個BATIC的課程 所以呢我就問了飯店說 你們有沒有BATIC的workshop 我可以去玩這樣子 他就介紹了一個BATIC的workshop 我就去 那這是BATIC的workshop 他提供的這些圖案 其實這些圖案你一看沒什麼感覺 那其實後來呢 你去的波羅浮屠 其實他都是波羅浮屠裡面的一些裝飾 他們從波羅浮屠的一些圖案 他們抓出來 來做為他們給觀光客玩的一些圖案 我覺得還蠻好的 所以說可以看到這些圖案 就 就可以直接 這是他給我的設計稿 那我的工作呢 就是把黑線呢 全部塗上蠟 所以就完成這個作品 然後他同樣的 他也是有一樣工具 還有這個大豆蠟 這是我看 這很容易嘛 很容易你就 而且 我去的時候 我去找其實 他們不算是一個workshop 他很像那個家庭工廠 就是 都賺高光客錢 對 就是我去根本 我本來以為會很多人排隊 很多老外啊 在那邊上課 沒有只有我一個 所以我就是一個媽媽 就說 啊我跟你講我這裡就可以啊 然後我就坐下來 我後來算一算 我總共只要畫一百塊 台幣 我只不過 因為他五萬塊 印尼頓差不多一百塊台幣 我就這樣 我就畫了一個那種 然後他先生也出來 鄰居也出來 然後抱小孩的 然後好幾個人 反正就是在跟我 我就要邊畫 然後邊跟他們聊天 然後做完之後呢 其實他很快 因為他動作太快我沒有拍 他就是把這些東西呢 拿出來他就是要染色 他就直接染色 然後旁邊再煮熱水 所以大家就知道他要幹嘛 他就是要把這個拖蠟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是我這個是 他問我要染什麼顏色啊 那我說那就染藍色好了 那就染了這個顏色 這個是藍色喔 是化學或者天然 化學對阿 這話 不好意思他是化學 哈哈哈哈哈哈 化學 化學 化學染 就是這一塊嗎 所以他就是 對就是這一塊阿 然後 可是他也是外面 就是光法 然後這個人在那邊很久了 他當著小孩在那裡 看我畫 都都完了 他還在那裡 反正就是一群人 大概這邊 我的右後方還有一個 反正這就是 這就是我的作品 嗯 染出來有點貝皮獨入阿 蠻好看的 嗯 但是你可以仔細看阿 很多是 很多 你看像很多點 是我拿起來都滴下去 是嗎 像這種阿 喔 意外 而且蠟染基本上都是雙面的 嗯 所以你去 它是棉布嗎 它是棉布 嗯 不是化兩面嗎 沒有 棉布 可以阿 單面 其他都會滲過去 所以染出來 基本上 所以蠟染你看 基本上都是雙面的 那如果 他們雙面放嗎 沒有 除非它 兩個圖案要很 兩個圖案一樣犀利的話 可能 或者是它在染的時候 它可能有些技法 那基本上蠟染都可以到雙面 這個其實 蠻好玩 所以你那些點點 都是不小心滴上去 對啊 旁邊那些 還蠻像設計過 哈哈 蠻好玩的 你看 棉布 哦 哦 然後再回到 回到蠟染 就是回到這一開始 這幾個人身上 你看到它身上的圖案 比爾科林頓身上的圖案 你覺得是什麼 看起來像 鳳嗎 鳥 鳥 接近鳥 它旁邊有那個金屑 對 金屑鳥 它是側面對不對 講完了 其實在蠟染呢 有八個非常 他們講 Forbidden patterns 但其實現在很多大家都在用 為什麼 Forbidden 不曉得 不曉得 以前可能是皇室使用 但其實 像現在這個圖案很多 甚至像 Paron Rusa 像我是Paron Paron Rusa 基本上是貴族使用的 也是 大部分大家都看得到 一般的人在使用 但書裡面是寫A Forbidden patterns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個Sawa Sawa其實就是 葛魯達 印度神話裡面 葛魯達的這個 葛魯達是大鵬金赤鳥 它是Vishnu的坐騎 其實印度宗教裡面有三個主神 Vishnu Siva 比什奴 施婆神 凡天 那這三個人分別有不同的坐騎 那葛魯達呢 是比什奴的坐騎 那你們看到右邊這個圖案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厭熟 覺得它是哪裡在用的 那個 你會切換 這是泰國的國徽啊 泰國的國徽基本上是 葛魯達的圖案 然後 你在看這個大黃宮裡面的一些裝飾啊 你很常會看到 葛魯達的設計啊 殘雜在裡面 那 講到 葛魯達 那上面這個是誰 誰騎著葛魯達 葛魯達 葛魯達 剛才有講 師伯 比斯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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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 這是布魯克林 Museum 它收藏了一個微小畫 那你可以看到這上面 這個 Vishnu它就有帶著不同的法器 然後騎著這個葛魯達 師伯神是牛 不是娘 師伯 師伯是牛 然後 然後 半生是 蛾 有人講蛾 有人講孔雀 就是這樣 反天 反天是Brahma 喔 其實對這個我有點好奇 因為反天就是那個四面風 欸 平娃娜你也來了喔 平娃娜 欸欸欸欸 阿布拉咧 你在情報嗎 對他在情報 今天下雨啦 我沒關係 對沒有 我覺得下雨真的有差 而且外面好冷喔 今天有很冷嗎 好冷 有今天蠻冷的 那你要吃一點那個 你要吃一點辣豆瓶 等一下 我們今天的同學都翹課了 哈哈哈哈 那我 反正我整理的這個過程 是蠻有趣的 可能我屏幕定的太 不會阿 你陳醫生本來要來阿 我一直在跟我自己講說 好好好 不重要 好反正這個 這個 這個是 說小話裡面 我們可以印度說小話裡面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什麼 這是泰國的格魯達 嗯 他們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有點不太一樣 對 然後 印度的格魯達 不過這印度的格魯達 我覺得這也蠻特別的 很少 很少看到這樣 對 因為我就想說要穿插一些這個 素材 讓你們把這題目覺得有趣 然後這個是 British Museum 它其實收了很多 這個 皮影器 那這是巴黎島 巴黎島 變性 那這個是誰 也是格魯達 大鵬金士 因為它的那個翅膀 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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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各個不同的 不同的 從 因為它基本上是印度的神話 嗯 那印度的神話 然後到泰國 它有泰國的樣貌 來到了這個 巴黎島 它有巴黎島的樣貌 主要是想要 剛才問那個四面佛的問題 四面Brahma 對 就是為什麼他在台灣這麼受歡迎 就是 但是他在泰國好像沒有 沒有那麼受歡迎 對 問那個黃老師 沒有啊 泰國他是很受歡迎 他也是很受歡迎 所以到處都看到他 我覺得泰國還蠻有蠻多的啊 所有的飯店都是 可是他不是佛 他不是佛 他是印度神 可是因為 泰國人呢 他們 不是回教 所以他們 認同 他們早期的文化是 印度 印度 教 可是 佛教的 那個回教的國家呢 也是以前都是印度教的 印尼 他們 不想承認 佛跟神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佛跟神之間的差別 對他們來講 佛是佛教的 印度神是印度教的 所以是不同的教派 對 可是泰國人 OK 因為佛教比較包容 回教比較不包容 對 所以在印尼他 他用Garuda也是很意外 以後呢 假如這種傳統印尼 回教 他們會 裂掉這些 想要知道 那我覺得應該很難 你覺得他 所以在文化裡面 你其實要怎麼去 去擺脫擺脫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今天提到 剛才提到一個題目 蠻好的 就是佛教跟印度教 兩者之間 交互的關係 尤其我們今天會講到 兩個廟 一個是普蘭巴奈 普蘭巴奈 一個是波羅佛陀 波羅佛陀 佛陀 波羅佛陀 波羅佛陀 對我覺得中文翻譯好 好饒口喔 然後 他們基本上 一個是印度教 一個是佛教 那 印度教的廟呢 又偷了一點佛教的概念 然後佛教呢 又偷了一點印度教 因為他們剛好是 差不多九世紀 他們真的相會 相會 對 然後彼此 有不同的 創立有不同的原因 好 那講到格魯達 我剛才有 跟雲章分享這個 這個格魯達 airline 我看到他一個廣告 我覺得非常有趣 那這廣告裡面呢 他透過印尼的這個 傳統的瓦洋庫里 瓦洋庫里 瓦洋庫里是他們的皮影系 透過傳統的瓦洋庫里呢 來呈現 格魯達 airline 他可以帶給你 什麼樣的思考的體驗 所以你從這個短片裡面 你可以看到 新加坡啊 看到中國的長城啊 網啊 等等 他就透過皮影系的方式 來展現 這個我們國家的軟心 可以設置充電嗎 那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那個嗎 新加坡嗎 我在下面看到國籍 你要重開一次 哈哈哈哈 那我亂掰你都不知道 好還有柏洛夫董 柏塔 中國啊 還有長城 對 長城 沒有董 來囉 有車水啊 來啊 新加坡 好厲害喔 我是覺得蠻 就是對啊 皮影系 他把文化帶進來 現代的這個語彙裡面去講 我覺得老東西的魅力 是他怎麼轉化這個過程 其實蠻 蠻 對我來講是蠻吸引的 那接下來就是 這塊布料是那個 沙爾瑪鵬仙的收藏 被我偷來放在這裡 這是一塊 這是一塊那個裹胸布 裹胸布 裹胸布 那上面 這圖案其實你們大概也可以猜得到 他是那個 也是 也是格魯達的圖案 所以 格魯達你可以看到他用不同的樣貌 他也可以是人型 可以是幾何型 也可以就只是單純他的翅膀 他的象徵意義 那基本上這些符號他所代表的意義 就很像 這個 服飾上一些吉祥的圖案一樣 他可以保護你 給你力量 這基本上的 他大概的意思都是這樣子 不管是 以各種不同的圖案出現 為什麼會有那個 集合圖形 中間 中間這個喔 那四邊形 這個我也不太知道 他是 香 Sacred 神聖的光 叫 清香暗 他會給你智慧 他是一個 也是傳統的圖騰 對 他有方跟靈性 有方跟靈性 那這些都是 雖然是包胸 他們是覺得是神聖的布 所以每一年呢 他們會共七條 給南海的神 因為南海的神 是他們的國王的真正的太太 靈性的太太 心靈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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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們 中間的女生 會帶七條 然後就 讓她浮到海裡面去 然後結婚也是 結婚他們會放七條在床上 希望你會生死很多小孩 實體的是假太太 是靈性沒有靈性的太太太 是靈性沒有靈性的太太太 沒有靈性的太太太 你這樣問你是不是給我太像 沒有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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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那個被子 那個驚嫩的這一點點 是那個種子的 pattern的意思嗎 因為我們上次有一個來講 蠟染 就會說 很多是種子的意思就是 生生不息 對 生生不息的概念 所以她說很多給女生的 就會有這種的 不同的屁股 就是祝福她 肚子裸身 是有可能的 對 然後這個是 傳統胸部裹的方式 這也是書裡面 再出來的照片 這感覺好像歐洲 這個 我也覺得蠻歐洲的 而且在外面擺那麼多 所以我一直很懷疑 後來我又再找了一張 這個胸部 就是它裹胸的一塊 他們講campan 那另外一個呢 剛才的圖案 另外還有另外四個 就是我身上 其中一個是我身上的這個 parang parang呢 它原本代表 它就代表刀的意思 那 右邊的這個parang lusa 就是你可以destroy 就是刀可以destroy 你面臨的一些危險 跟困難 這個是 parang lusa也是 貴族使用的 但後來我發現其實 很多時候 其實它都可以交互的 穿一個使用的 這個 傳統的 這個是爪哇的貴族 他們穿的 小朋友穿的 在日人 然後這個是舞者 那舞者有的就比較誇張一點 都是在爪哇的 嗯 他們都穿parang 對啊 都穿 風亭都是 parang 都是parang 一般人不能穿嗎 以前不行 以前不行嘛 對不對 他們有規定什麼階級 才能穿多大的parang嗎 parang barang 那次最大的 是國王 大 它有三個大小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 你就買了一件 我就買了 我就買了一件呢 新做的這個 parang lusa 它把這個圖騰拿來做襯衫 那我自己也覺得 不好看 那台灣真的沒什麼場合穿 你現在是CWDF可以穿嗎 這我就不要 我覺得這兩個實在太平板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穿 可是下面一天說穿這個 下面一天都要穿黑長褲 對不對 黑長褲啊 牛仔褲啊 不能穿牛仔褲啊 就不太正式 因為上次我先穿 穿黑裙子 真的嗎 喂 我的IG上面 我的IG上面有一個 欸怎麼都我國鳥啊 對 我的IG上面 我的IG上面 我的IG上面有一個 印尼的服裝設計師啊 他就是 他就是 穿這個 然後配牛仔褲 我覺得蠻好看的啊 配黑色的應該 欸我有那個 我都吃飽了 然後我要講的是 這個是印花 這個不是BATIC 他只是 用了BATIC的圖案來做 做成T恤 當然他們也有賣 我剛才講的這種 BATIC TOOLIS 手繪的 蠻籃做成的襯衫 但是那種 價錢都是 翻好幾番 所以我沒有買這樣子 所以你看 一般印花 你看他的背面 就知道 這個就是印花 嗯 其實這裡好像有 馬來西亞的拿 都會穿哪裡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又有蠻籃啊 對 他們 也會吵說 蠻籃是誰嗎 哈哈哈 那到底是誰 欸 問洪老師啊 蠻籃是誰 以前他們是在一起啊 他們沒有分 馬來西亞 對啊 後來他們 獨立國家 大家在搶是誰的啊 然後 搶到什麼程度是 那個 印尼人呢 用他們的大便 丟在他們的大學 說你不能 偷我們的蠻籃 對外馬來西亞大使館 的門口 的門口 謝謝 太誇張了 對啊 所以 我說 何必到這樣 可是印尼人對他們的蠻籃 很合意 馬來西亞對他的蠻籃 覺得很丟臉 哦 為什麼 因為馬來西亞知道 他們的蠻籃跟印尼的差太多了 印尼的是全世界最 最 可以到最 細 那既然覺得丟臉 就送給印尼啊 可是他們也不願意 對啊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 有他們 雖然不細 他們有他們的美髮 有他的風格 哦 代表他們 可是你看 你會覺得 有點 慫 蠻慫的 因為洪老師最近在準備一個 在馬來西亞的展覽 我就穿他們的慫的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可以請問一下洪老師 那個慫是什麼意思 他是從什麼樣的標準來看 對 因為其實文化都是相 就是相對性的嘛 慫啦 慫就是好像很台的感覺 哈哈哈哈 很細啊 沒有那麼細啊 沒有那麼細 這份心很多人會想開 前面那個會嗎 哈哈 哈哈 應該是配色啦 配色比較衝突 呃 呃 很多不搭那個顏色 對啊 你看印尼人呢 那個老太太 白上衣 嗯 然後 深咖啡色的辣 哇 好高級 很很 味氣 很氧氣 你看他們那個 比較民間的感覺 所以 這個差別 很 顏色很多 然後不搭 然後 很粗 就是這樣 對 你可以去那個 馬來西亞看他的展 其實裡面什麼好吵 都是韓國的啊 哈哈 哈哈 非常是 好啦 我們講到印度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 呃 兩個印度文化裡面 非常兩個 非常重要的詩詩啊 一個是 Ramayana 一個是Mahabharata 那 我想講Mahabharata 我就想先從 Apsara開始講 Apsara是他們的這個 呃 女神 那 這個是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12世紀Mahabharata 他也是 一個女神的一個圖案 你可以看他就是一個 非常漂亮一個 S型的 非常曼妙的一個舞姿啊 臉神啊 姿態啊 其實都非常投入啊 在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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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先生 呃 他在介紹 呃 這個 呃 柬埔寨的 傳統舞蹈 呃 呃 呃 短短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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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有一點哲理的 給大家看一下 在傳統舞蹈裡面 四個基本的姿勢 這是一棵樹 樹會漸漸長大 開枝 散葉 結果 開花 象徵著深深不息的一個舞蹈的用語 含義在裡面 這是他們現在跳的 這邊有人去過舞科窟嗎 他在裡面待很久 他做的職工嗎 宏先生也在那裡做職工啊 他是帶人去做職工的那種人 我們大概看一下 因為基本上我要透過 Hapsara這個角色呢 來帶馬哈巴拉塔這個故事 那馬哈巴拉塔是 印度兩個重大史詩的其中一個 那裡面呢 一個非常重要的創世紀的故事呢 就是在講 攪拌如海的故事 確定的 Ocean的我沒有在講 講這個故事啊 那Hapsara是什麼時候出現 Hapsara就是在拉扯這些 攪拌如海的故事呢 他基本上原本的用意呢 是 您看到這是一個很長 中間是一條蛇嘛 那以前的這個 神呢 是有 壽命的 所以他們就很煩惱說 我們終究有一天 我們還是得要面對死亡這件問題 所以呢 他們就跟中間這個神呢 Vishnu商量 就說 我們這個 中間這個是虛弥 以前的神也都是住在山上 那 這座山呢 就坐落在一個 這個 宇宙的如海裡面 所以呢 他們去跟 Vishnu商量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因為如海裡面有所謂的 常生不死的靈藥 所以他們就想辦法 要把這個 常生不死的靈藥 拿出來 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解決 他們要面對死亡這個問題 那 Vishnu他其實 他的角色有點像公道主 他就說 不行不行那這件事情呢 你這個善惡要一起 所以他就主持了這個 所謂的 攪拌如海的故事 那攪拌如海 那時候 這個 惡神叫做阿修羅 阿修羅說 那我要靠頭那邊 所以 你只要看到這個 攪拌如海的故事呢 這個 惡魔呢 全部都是在 舌頭這邊 那扇神呢 都是在 右邊這一側 那 在 拉扯的時候呢 Vishnu呢 在下面呢 他把自己 化成一個烏龜 但這邊沒有看到 等一下 在吳哥窟的雕像 你們會看到 他把自己化成一個烏龜 做為這個 這個 虛弥山 中間這個就是虛弥山 拿來做這個 攪拌棒就對了 然後攪拌棒跟 中間這個 蛇 蛇 有的講的是 也是蛇神 這樣子 他用這個 反正Vishnu 就號召了很多人 來做這件事情 主要就是要拿到 這個 長生不死的藝藥 那 在拉扯的這個 過程中呢 善 其實他就是一個善 跟惡的拉扯 那 很多故事都講說 他這個拉扯拉了一千年 所以很多這個 海底的生物啊 受不了 就死 然後這個 這個蛇也受不了 他還吐了一個 吐了一口 那個毒藥 後來被虛把 吃掉 有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那 後來是在拉扯之間呢 其實開始就有一些 好的東西出來了 那 包含我們講的 Asura 就是像這個 飛天女神 就是 代表一些很 很興奮啊 寶藏啊 快樂的這種 你就開始有得到一些 這樣子的一些收穫 那一天黃老師 我跟黃老師聊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跟我提到說 你不覺得這就像內心的拉扯 你很多時候 你面對一些 面對 你都想 欸對 我從來沒想到 我覺得他只是一個神話 有時候你內心面對一些 問題就是 善跟惡 你可能有選擇去拉扯 那在這拉扯的同時 這個過程 你可能也會有些收合 然後這就是 呃 從Asura來帶這個 攪拌如海的故事 所以這看起來比較酸 是在那個拉扯的過程中 飛出來 等一下五顆糊 五顆糊比較多 整個牆都是 那你看這些 同樣的故事來到 泰國就是穿泰國的衣服 然後 然後這個就是 五顆糊的 呃 這個 攪拌如海的長 其實它非常長 那等一下會有一個短片 就是 它其實從頭帶到 所以你看 呃 剛剛的這個 呃 其實還有一個Indra Indra呢 它是負責把這個 虛擬山固定好 然後現在負責它 所以它其實是 呃 眾人一起 齊心合力 所做的一個過程 那最後到底誰拿到靈藥 什麼 神 神神啊 就不用猜 最後就是神神達到的力量 本來的地球是要公分的 這是近拍 中間這是Vishnu 跟龜 然後Indra 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 這就是Apsara 很多 很多啊 Apsara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二手 這個鏡頭呢 它其實就從頭拍到尾 所以你就跟著它的鏡頭呢 看說哇 以前 以前五個鋪 在建造的時候 它從頭到尾 非常細緻的 去刻畫 印度指詩的故事 阿psara 阿psara非常多啊 這邊你會想去啊 你會想去五個鋪嗎 不太像 你有去過五個鋪嗎 對啊 你會想去嗎 我老是主團 我老是主團 他連連都主團耶 我剛剛不蠻好玩的啊 今年三月要去 你去年三月 不是五個鋪 你是去 Priar Viva 一個在 柬埔寨 在跟 泰國邊見 以前吵得很厲害 神廟這個地方 他們在搶 對 就是 就是 UNESCO就是 認同點 接骨子 我真的要看到最後 因為最後是不是有個哈努曼 對不對 哈努曼 這個就是哈努曼 哈努曼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帶到哈努曼 哈努曼 哈努曼 哈努曼是 印度宗教裡面的神侯 那我們之前常會講 西遊記裡面孫悟空的角色 就是 可以是從 哈努曼這個 概念而來 因為哈努曼 我們在講 等一下我們會講為什麼哈努曼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接下來講 另外一個史詩 叫做 Ramayana 那 Ramayana Ramayana的故事呢 他基本上講的就是 Rama這個人 跟他老婆的故事 簡單講 一句話講完就是 他老婆不見了 他去找他老婆 Ramayana的故事就是這樣 他老婆不見了 然後去找他老婆 他老婆是 他老婆被惡魔抓走了 然後他去找他老婆 他就要找助手啊 所以這時候哈努曼就來幫他 所以故事 哈努曼在這時候覺得 就切進來 這個是 然後哈努曼為了要 救他老婆 就展現了各種方法 所以我們就想 喔 這這麼厲害 也會七十二遍 所以這個idea 就連結到中國的這個 中午後 他是學劈腿 所以他可以劈腿跳過去 從印度到蘇蘭卡 所以在瑜伽呢 劈腿就叫做 哈努曼那山 這個後面 等一下後 等一下後面也會有一張照 他是藍色的啊 Ram 因為他是Vishun的化神 Vishun也是藍色的 而且你看喔 Rama出現的時候 基本上他都是帶弓箭 這個Ramayana的故事呢 一開始 出場的就是Rama Rama是一個王子 印度很久以前 有一個王國叫做 使政國 那這個國的國王呢 有四個小孩 那其中一個當然就是 我們今天的主角 叫做Rama 那Rama還有一個弟弟呢 叫做Laksmana 那這個 他們有一天呢 就去參加一個 一個 一個叫什麼 一個祭典 還是什麼 喔 對不起 參加一個比武招親 因為寧靜的國王呢 就說 我的女兒Sida 就是西多 我女兒Sida要成婚了 然後我要比武招親 我要找人來娶我 娶我的這個 掌上明珠 那呢 他的要求是什麼 我們有一個祖傳的神功 如果你如果拉開這個神功呢 就可以娶我的女兒 所以你只要看到Rama呢 他身上就會配在弓箭 那這個是Ramayana的漫畫 所以在印度其實 教授這種傳統史詩 他們用不同的方法 那漫畫當然是其中一個 那接著剛才的講就是 這個弓箭呢 就拉拉拉拉拉到會場 你看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在拉這個弓箭 然後Rama就說 我看一下 他就這樣 沒什麼嗎 就把弓箭拉開了 所以呢 Rama就這樣取了Sida 那接下來會有個影片呢 是我在Planbanana 拍的這個 他們所謂的Ramayana Ballet Dance 如果你去 普蘭巴南 我覺得你一定要安排時間 去看這個Ramaayana的表演 其實蠻有趣的 而且 我自己覺得蠻高級的 那因為我覺得 我應該很難會再去第二次 所以我買了第一台 所以我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那一開始呢 這個短片呢 就是 Rama出場 所以他就拉了這個弓箭呢 然後 據說還把他拉斷了 所以他就取了 取了Sida做他的 當作他的老婆 那你好的出現 那壞人就要出現啦 壞人是Rama Rama Rama基本上 他是要搶這個Sida 做他的老婆 那 這個故事是 在 Rama成婚了之後呢 他爸爸 汽車國的國王也開始老了 他決定要把他的 王位傳授下去 那 王位傳授下去呢 那這時候這種故事就一定會有 沒有那麼順利 你不可能馬上就可以拿到這個王位 所以就會有一個 所謂的這個 妻妾 就是說 不行不行 你答應過我兩個要求 沒有條件的兩個要求 那 這沒有兩個條件的要求 我可以現在要求 因為他要傳位了 他就說 好 那妳說吧 因為國王不能夠 實現他的承諾 所以他就說 第一個 我要 妳 命我的兒子做 王儲 對 做太子 然後 那個 汽車國 國王 怎麼會這樣 然後 第二個要求更狠 他說 你要流放 Rama14年 我不曉得為什麼14年 你書是這樣講 書的代表 他流放了Rama14年 所以Rama呢 就帶著他的這個 老婆Sida 然後還有 他的一個弟弟 覺得這樣的要求也是太過分 他說 那我要跟那個哥哥走 所以 Laksmana也就跟著 Rama 就一起離開了宮廷 還帶著這個 Sida一起 所以 他們基本上就是在 在森林裡面 過日子 那有一天呢 這個 Rama呢 他要搶奪Sida 所以他就想盡辦法 要把 Rama 持開 很辣嗎 Rama Rama呢 為了要去 去這個 綁架Sida 因為他要搶這個 搶他來做老婆 所以他就呢 想說他怎麼辦法 想辦法 把 把這個 Rama引開 所以他就化身 就派了一個人呢 化身 金 欸 這樣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符號 是一個金路啊 他基本上是要把 Rama引開啊 讓他不要去 注意他的老婆 然後 Rama就要趁這時候 進來去 搶他的老婆 然後 他同時也會 迷惑他老婆 反正就是 他的工作就是迷惑你們 然後把你們拆散這樣子 那 最後呢 我覺得這段滿有趣的 這一段呢 是因為 後來 Rama去追了這個路 然後呢 他弟弟就想說 要去幫他 不要讓三個人拆散 因為Rama已經散了嘛 所以他就想說 那我就設一個結界 給 給這個 Sida 去保護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 蠻有趣的 他就是 一個聚光燈打在上面 然後做一個結界 然後 旁邊這個是誰 Ramaana Ramaana就要去搶他 嗯 我那時候看說 那碰到結界會怎麼樣 他會碰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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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覺得 你看 被點到嗎 我覺得這很好 我覺得這很好 被點到 也沒有 聖結界 聖結界啊 要保護他 不過這個故事後來呢 反正Sida是一定要被偷的 反正Sida就被綁架了 那被綁架就是 他後來就找了一個老人 來騙他 然後旁邊 那一種我們沒有牌 他就騙他 然後他就 他就為了要 要幫助這個老人家 他就離開了他的姐姐 嗯 然後他一離開嘛 哇 他就大便就被抓走 那故事基本上是這樣子 他被抓走了之後呢 嗯 這個Ramaana就開始要 找舊兵來救他ゴロ 那找舊兵救他ゴロ 那其中一個人 當然就找了 這個Rama ú 這個Rama mañana 來幫他去拯救他的ゴロ 那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大都會博物館 收藏的一個皮影器 不過他們這邊寄他是馬來西亞的藍坦 所做的哈露曼的皮影器 然後救兵來啦 哈露曼出現了 那時候他就派人說大軍要去跟這個Ramana對桿 要去拯救SIDA 這表演多久 我忘了 其實我沒有看完 因為後來整個下大雨 下大雨 他們還在 對我沒講喔 後面這三個 這個不是背景喔 後面這三個是 就是普蘭拔難的 普蘭拔難的這個三個塔 就是用它做背景 下雨他們還在跳 那還沒跳 所以我說我沒看完 就是 一開始本來想說撐一下啦 本來雨小小的 後來想說沒雨 結果後來大概半個小時吧 所以其實後面他們大幹的時候 我是沒有遇到 因為他們就是 這個猴子出來跳沒多久 就下雨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非常值得 一看的一個表演 這個故事 然後 都 他的其實 他沒有 他不需要字幕 但是他會跟你講說 他這段也很少 大概如果你知道他的故事 其實 你很容易就可以去 去Catch up這個故事 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 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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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nation前 要看這個戲 真的啊 哪一國 所以他要 所有的東南亞 因為他們是 代表 陰跟陽平衡 Rama跟Sitta連在一起 就平衡 所以一個國王的責任 是要 把 Rama Sitta 弄好 所以他們 要請 國家的人 幫忙 所以國家的人 就是 然後他們看完戲呢 這些國王要去 樹林裡面 打坐 兩個禮拜 Dipassana 其實Rama Yana裡面還有一些故事 是 比如說在講 比如說 Rama去尊重他爸爸 對於 他 媽媽的承諾 然後他也 決定說 不讓他爸爸去違背 雖然 雖然他爸爸的要求 有點 奇怪 比如說他沒有犯罪 他被流放 但是 他們去 相信這樣的價值 Rama Yana 某種程度 也是有一點點 教化的成分在裡面 但是 但是就是比較 比較傳統的那種做法 嗯 那後來呢 哈魯曼出現了 後來 哈魯曼在一個花園裡面 發現了Sitta 所以他就 把他救走了 那最後他們就 一家團聚了 那其實我沒有 這應該是猴王 其實在Rama Yana裡面 他有一個角色是猴王 那這猴王 其實就像人一樣 其實哈魯曼是 這個猴王去找來 那我沒有 沒有特別去講那一段 反正最後 他們就 就把這個Sitta 救回來了 那如果這個故事 你們有空看的話 其實後來他們 還有挑戰了這個Sitta的爭脊 說他 被Rama Yana 奪走 反正 這諸如此類 一些傳統的 那 在他們打仗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 很有趣的狀況是 他們需要一些草藥 就是受傷了 Rama受傷了 Rama受傷了 Rama Yana受傷了 那他們需要草藥怎麼辦 他們就跟哈魯曼講 然後哈魯曼說 好我去拿 然後哈魯曼一到那個山邊 說欸 拿一個草藥 所以呢 這個象徵的是 哈魯曼把整座山搬過來 你說你們要草藥是不是 這裡 自己找 這個故事其實 蠻有趣的 我覺得 這個 所以他會有個知識 嗯 那 就剛才有提到的這個 哈魯曼沙拉 這個哈魯曼會評分 那 這個 你們看的這兩尊 其實都是 柬埔寨的 柬埔寨的樣子 他不是泰國 也不是印度 你看他的帽子 這個也是柬埔寨的 腿披得很開 所以剛才 可以叫某老師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 哈魯曼沙拉 喔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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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不要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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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太冷了 那個太難了 那既然講到Ramayana 我們就 到了爪哇的Brahma 那 所以這個猜 你們就可以猜是誰 Brahma 這個是Prahma 普蘭巴蘭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浮雕 那 這 其實Ramayana Ramayana其實就是很多隻手 他其實是一個 一個惡魔這樣子 那所以他這個 被他抓的這個是誰 Cita Cita 那我去 我去Prahma 是 是第幾天啊 是我 去玩 其實我一天去了 一天去了 波羅布套 跟Prahma 其實這兩個地方沒有很遠 這兩個地方 你 如果坐車一些順利的話 基本上 一個小時 15分鐘 你就可以 可以到 到彼此這樣子 那 Prahma 我會比較建議 下午去 因為如果你要看這個 你要看這個表演的話 它是晚上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吃個飯 下午去 然後吃個飯 然後再去看 再去 看這個 剛才的那個表演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安排 是比較順的 那我這個是因為 我一大早就去看了 波羅布套的日出 因為我第一天去波羅布套 我們去做Batik 然後做完Batik 我就在那邊晃晃晃燈 就是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明天我要怎麼 怎麼看那個 看那個日出 這樣子 那 日出完之後 我就回到 我又回到了日了 然後再去 然後再去 再去這個 波羅布套 槍迪波羅布套 槍迪波羅布套 槍迪就是廟的意思 其實 其實在那周遭都還有很多小廟 但我們今天就只有講 波羅布套跟波羅布套 波羅布套 波羅布套 它是九世紀 美丹王國 所建立的 那它原本就是 侍奉印度的侍奉教 那其實呢 這個地方呢 爪華島的時候 這個時候有一點 宗教的 有一點轉變 從印度教到佛教 那後來佛教示弱 印度教又回來 所以 波羅布套 如果你們在猜 你們會覺得印度教的廟先蓋 還是佛教的廟先蓋 是不是都覺得印度教 對 可是其實 就我看的這些資料 其實是波羅布套先蓋 波羅曼奈法呢 是因為 這個印度教又 又這個勢力回來的時候 他們為了慶祝所謂的印度教回歸 他們特別蓋 但其實這兩個建築 等下我們會有一點交叉的比例 其實 有一些地方 其實是有一點點雷同 還蠻有趣的 然後 所以一開始他們是 世伯教 其實現在這些地名 可能我們都不曉得是哪裡 等一下我們會有地圖 那十世紀 趕巢換代之後 原本的這個煤蛋呢 他們就遷都到東爪哇 那會遷都到東爪哇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講到火山爆發的問題 馬拉比的火山爆發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水比加爾 Empire 水比加爾是一個 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王國 在那個時候 然後它主要是信奉佛教 所以那個時候同一個十世紀 他們到底有幾個 同時有 在轉換島上有多少個這樣子的國家 我知道的就有 還有水比蛋啊 然後 Sylendra 然後還有 水比加爾 但是 算是這三個主要的勢力吧 然後1991年 Plan Banan跟這個波羅布特 兩個都在1991年 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這個 這個 這個 Wall Heritage Site 世界的遺產 是 那這個是爪哇島的地圖啊 那這個是爪哇島的地圖啊 大概看一下 Katou Plain就是 這個地方是一個 一個平台 那波羅布特就在這裡 那Plan Banan就在這裡 那中間呢 是火山在這裡 其實他們都很近 那波羅布特當初被發現的時候 其實整個都是被火山灰所覆蓋 其實是 狀況不是那麼好 那這是1895年拍到的這個Plan Banan 其實Plan Banan 很多 其實都是後來在用原時代 武賽回去的 那Plan Banan他主要的信奉的就是 印度教的三個主神 是國神 比斯弩 還有凡天 主要是信奉這三個神 所以他有三個主廟 這個是 最主要 他有三個廟 但是他最主要的是信奉 士伯神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他是信奉士伯教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架構是這樣 中間這個最大的廟 士伯神本身就高達3米 全部都是石雕 高達3米 然後整個塔高有47公尺 47公尺 差不多十幾層樓高 那旁邊的是 Vishnu跟Brahma 所以整個三個主神都在 然後 這邊分別有他們的座席 Hamsa就是 剛才講的Brahma的座席 蛾 有人說孔雀 南底是牛 格魯達就是 Vishnu的大鴻金士牛 大概的架構是這樣 這個是 正門是從這邊進去的 然後這個是 從後面可以看到 這個是Vishnu的主廟 那其實他本身下面都有 不同的浮雕 可以欣賞 他旁邊一方塊一方塊 就是什麼 小塔 以前也是小廟 所以如果他計算的話 他會把這些全部都算進去 比如說你看 剛才這個 224個小塔 但是大部分都是因為地震 尤其2006年很嚴重的一次地震 所以其實很多 他們最後就決定不去修建 這個主塔以外的 外圍的他們都沒有修建 你去他就是 就是荒廢 就是這樣 一個一個 所以你看看Ballet Dance後面的背景 就是這三個 我覺得還蠻有 自己到的時候那些話 那在前面 遠或是後面 他其實遠遠的 他應該是不知道哪個角度 這裡吧 因為我走一走我也不知道 知道我的地理位置 我覺得他 後來他也不會 他也沒有指示 指示 指示說你要去哪裡看 可能很多人是有導遊陪 為什麼 我沒有 就這樣走 因為一走 一走一錯過一個關卡 就是很遠 走很久 所以你俯瞰就是這樣 一三個 那也有一種說法是 他們那時候也是非常 佛羅教的總經制度 總經制度 他說基本上這邊有三排 那中間的就是 最高階的可以去 其他的就是 次階次階 這樣 有一個講法是這樣 那這是他把他 復原的一個 一個 模擬的一個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印度 如果你有去過五哥庫嗎 你覺得那裡面 廟裡面的那種感覺 你會覺得很神聖嗎 我剛好奇在看的是 他為什麼真是這麼完整 然後五哥庫就蠻慘的 真的狀況就是 沒有我覺得他原本也是很慘 但是他們把它整理 你看第一張照片 他整理得很 但是這樣子 對啊 所以他們那個修復就是 對啊 五哥庫比較完整 五哥庫比較完整 可能沒有地震 可是五哥庫的那個狀況 對我覺得五哥庫 應該是原本的樣子 保留的是比較多 這個感覺上 就有點修得好像 有一點吸引的感覺 然後我剛剛有在看 他沒有那個護程 那五哥庫的那個水利 的那個系統 其實都還可以看得出來 對 但是這個狀況沒有 他沒有那個水 沒有水 他沒有水 你知道為什麼要那個水 那個水 五哥庫的 他是水利系統 因為他 他蓋在種稻米的田 那個地是藍的 所以他需要保持那個水 所以那個 冬天他乾的時候 那個土會縮 那夏天水多的時候 他會拱起來 長 所以不穩的時候 那個建築就倒了 所以他倒了一次 重蓋 重蓋他想辦法 所以他旁邊放水 讓他平的 那個就是平 平衡 就是平那個第二水 怎麼重蓋 讓他不會那個 地層 那是九四季 他在九四季的時候其實是 我之前 聽到的 我看過的資料是說 那個時候他其實是 兩百萬人口的一個 非常大的 五哥帝國 所以他的水利系統 現在他發現超過兩百萬 發現超過兩百萬 發現超過兩百萬 他澳洲有那個 他做Inferrate 發現 比他們想像的大 這麼大 所以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那時候 12世紀的時候 比林安大 比荒岐大 比荒岐大 比現在的女月和巴黎大 所以他們有在講 這個 轉蛙島有一些資料會 參考說 這個文化的來源 也有講到 是從柬埔寨那邊來的 是脫層的 所以希望讓人也很感嘆 是コネクティ 就是現在的 就是 這曾經是一個 這麼厲害的國家 因為他在12世紀的時候 可以算是男人 東南亞最強大的地步 他現在其實都一樣 就是最多NGO的國家 最多NGO 最多NGO 就好也幫一個NGO幫很多年了 還有最多垃圾的 這個可以這樣直播嗎 沒有他們自己說 他們的塑膠 塑膠垃圾比大陸還要多 所以我們就大概快速的看一下 這個神票裡面 其實剛才話題還沒講完 其實我第一次去吳哥庫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個廟實在太神秘了 就是跟我們一般 至少我們漢人接觸的這種廟 或者基督教啊 或者進去那種 感覺一進去就這樣 就是會有那種 因為你感覺到奧塑膠垃圾跳 那一類的 有一種神聖感 但是我每次進這個廟都覺得 喔唷 撐出來撐出來 有時候還會有些味道 坦白講 因為他們可能會在裡面做一些儀式或什麼 那這個就是 主神啊 那我們剛才看到主神 他其實還有不同的 就是他老婆德嘎 然後這是他兒子相神 就是在 我們後面有一台相神 陪伴一起的 喔 相神 他是那個 泰國藝術家做的 他怎麼會做相神 泰國藝術家 他們那一次就做了很多 有各種的 不只是神 他有一些當代的東西 跟討伯寡合作 喔 那 對 他這個是反正主神 所以他主神的這個中間的虛寶庙 特別大 你看他他本來就比較大 所以他其實中間除了虛寶之外 他旁邊還有四個小房間 這個是他的架構 那我還有一個好奇是 為什麼他好像看起來是沒有珠寶裝飾 因為我們去五個屋看的時候 他其實有一些地方就是說 後續其實那邊都是有什麼 一些寶石或什麼的裝飾 它都是被挖走 對 可是這邊好像看起來沒有這樣子的裝飾 不會附有寶石嗎 對 他們的牆壁是這塊塊金片 然後金片裡面有寶石 都被挖走 這這蠻正常的 因為我看到 我之前看波羅布特的資料是 他們後來被發現之後 他們會拿這個波羅布特的 裡面的一些雕像 送給不同國家當禮物 也會耶 印尼自己都 然後 這個是虛寶 這個 這個你看就是brahma 凡天 我們公司旁邊就是 四面縫 四面縫 對 其實我很難去把它那個狀況傳達給你們 所以我覺得透過短片是很能夠 因為透過這種空拍的鏡頭 你就知道 這是你走 你可以走很久很久的時間 你看 你看看 你剛才看那個上面都沒有了 所以他已經花很多時間去重建 所以 他說這個地方沒什麼人 可是其實我去的時候都死了 非常多人 那很多 我本來以為回教徒不會去看 因為其實印尼當地都是回教徒 但其實回教徒去波羅布特 跟去布蘭曼蘭的也蠻多了 所以他們當地人其實 把他去看這個 去 naked Ya 那 然後 因為他接下來要推進一個殘亻 我們把它卡掉 因為那些有很多這種部落客 所以我第一次去這里 我也覺得 很有那個吳戋哭的感覺 那 那 這個是 這個短片ら 你可以比較近 比較慢地去看 啊,裡面的一些建築 因為剛才那是空拍嘛 這個是比較人視角的一個角度 那個線上有人說天氣冷成這樣主角人不覺得冷嗎 那他可能看你穿這樣 喔 我有穿內衣啊 他應該聽到了 而且我有穿褲子 我裡面有褲子 不然我講一講 掉下來怎麼辦 有啊 他在那邊給我看一個短片 撒漏掉下來 很尷尬 好啦 這短片你們就可以上那個 我只要傳達那個撞破感 修復 但是我覺得他們修復有個原則 就是因為 很多附近的房子蓋啊 他們都會把他這個石頭搬走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用原本的石頭 去把他重建起來 我相信UNESCO在認定上 他有一些標準是 比較嚴格 那坦白講我對 印度教的宗教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尤其我進去的 進去的時候都會想到 想到這個 這個是那個 那個龍三寺 龍三寺的扁兒 魚右刃寫的 對啊 那廟不是應該要 光明境遇嗎 那我覺得他們 比較是那個 inner side 所以我們從這個 Plan Banan 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來到了 Poro Budo 其實這兩個沒有差很遠 右邊這個是Plan Banan 左邊這個是Poro Budo 然後 這個火山就 火山在這裡 所以這兩個 其實相距的距離呢 你從 你從那個 Google Map 大概一個小時數 其實不是很遠 你去 你去一個地方 然後兩三天 你可以看兩個世界遺產 那我覺得CP值其實蠻高的 那東西 也好吃 吃什麼很重要啊 那再來就是講這個 Chanti Poro Budo 九世紀的這個 Selendra王朝 耗費七十五年所建立的 那講說 Poro Budo耗費七十五 那我覺得Plan Banan 應該也應該花蠻久的時間 但是其實 很多資料都是要靠那個 石碑啊 去看 然後去研究 去交叉比對 那剛才 呃 呃 洪老師有特別講 是 Poro Budo是佛教 沒有錯 他們是不是密宗 那因為 因為密宗他們 有人說他們是 Vajrayana 就是金剛聖的密宗 他是屬於大聖佛教的一個支派 那 這個 因為性密宗的關係 也跟後來 可能他們把Poro Budo的遺器 也有些關係 因為 後來在 一來是宗教的 宗教的改變 然後再來 因為密宗在修行上 你就需要上師的指引 那如果你沒有上師去教導你 因為密宗基本上他是一個 呃 呃 私人的儀式 對 私密的儀式啊 所以你都必須要有上師指引 那如果你失去了這個connection 基本上 你也很難維持 維持 呃 好 大概一些數據 他總共有九成啊 那因為我剛才有講 我去看是 我是因為去看日出 所以我是從 我一到呢 我就摸黑 從這個底一附附附附附附附 爬到最上面 然後去看日出這樣子 嗯 那我講這個過程的時候 洪老師就說 啊你怎麼會直接走到最上面 他說 Poro Budo你要從這個底這樣 慢慢的走上去 然後他是一個 是一個這個 算是修行的一個過程 就好像是七神糊塗的那個概念 去瞭解然後一層一層去 最後可以得到enlightenment 所以你是直直衝上去 我沒有啊 我就是要上去 我就是要去看日出的 我就是觀光客 所以我就是 付了這個門票錢之後呢 然後他還會送你一個手電筒 其實不需要手電筒 十月就去 然後就拿拿拿拿 一路就登到山頂這樣 所以總共九成 你會經過六成方的 然後最上面三成是圓 反正就是 天園地方的一個 一個概念 那一到六成 你可以看到的周圍都是佛像 那他們佛像是 有的是看在牆壁上的 有的是盆座這樣子 那到了最上面三層邊的時候 就是我們很常看到的Poro Budo 就是有個佛塔 然後佛塔裡面有佛像在裡面 佛塔就是杜瓦 那剛才講到這個Sri Vijaya Sri Vijaya是佛教 Sri Vijaya 但是呢 又有人講說Sri Vijaya後來 因為 某一個 某一個王室改換了這個 宗教之後呢 欸 不會不會說錯錯錯錯 Sri Vijaya原本就是佛教 然後 剛才講的這個Poro Banan 是印度教 那這個是他的一個簡單的一個格寫 其實很大 我從早上六點多到 其實 他四點半就要集合 然後我很怕我會睡過頭 但是其實不會 因為大概差不多三四點就開始有那個 回教的誦經 因為當地的誦經都是 都是用speaker 所以你根本不用睡 就是 欸 有個morning call是不是 而且是開很大聲那種喔 但是非常非常誇張 那 張君雅小妹妹那種 對對對 弄speaker 對對對 而且你無時無 因為他一定要五四嘛 所以你無時無刻 你很容易就想 欸怎麼又在 又在禱告 怎麼又在禱告啊 所以回教徒這個 這個 這個 要求是蠻嚴謹的 他們也其實 在執行上也是蠻嚴格的 那三個字是怎樣 這三個字是他每一層呢 不同的 層次 這個可以交由洪老師來解釋 我不是這樣 我忘了 打住 是很難的 對 我想說我們沒有要講那麼難 我們是好玩的 總該把它切掉的 對 反正它有三層 我覺得它就是有點 不同層次的這種神奇的概念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 專門去研究一下 對 好像是那個三個身體的修行過程 那個 Growse body Suttle body 所以Growse是在第一層前三層呢 你在過一個一般的生活 不懂得好壞 然後你發現了以後呢 你去開始修行 另外三層是修行的過程 你就開始吃素啊 練瑜伽 要這樣休息 休息 然後 到了這三層呢 你就得到自由了 所以你又沒有牆壁了 椰盤 所以是casual 你可以像Apsara 放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長生不老的藥也是 開始的時候 那個海都是亂的 然後 他們神跟鬼 練習那個拉蛇的時候 是修行的 然後在上面他們就可以飛了 是這個三層 跟這個有點像 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可是跟我解釋的人 其實是一個左翼的 無神的一個女作家 無神認神 對 所以她就說 我對這個當然是 她對伊斯蘭納爾不怒的 她對佛教當然也完全沒有那個 但她也還是有稍微多的解釋 所以我覺得她解釋的東西 也許就是不是那麼正統 但她的意思是 她有帶我繞那個西層 然後在繞的時候她就說 這個壁畫呢 其實跟那個 她說她跟我哭的可能有一點像 就風格 對是印度 可是它裡面的東西是佛教的 然後在談的就是 它裡面就是很多那種佛經什麼 華言經什麼什麼的 裡面的故事 然後那一故事就是在談人的 談稱吃 就是物欲啊什麼的 然後情欲 然後一層一層到最上面 她說我們主要最上面就到捏盤了 所以就是 反正一邊走就一邊看那個圖 那就有點是要靠自己的一些理解力 但是因為她都是 她其實都有故事的 對對其實她就是都是 都是回應到佛經 所以上面沒有牆 是故意的 讓你覺得是自由 對就是已經 突然就看到 已經突破那個視覺的 還有那個圖像 就是進入到一個心靈的層次 她是這樣才能說的 所以那前面的六層呢 讓你流汗 那個是tapas 就是讓你哭醒 哭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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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可以突破 嗯 那我編導走怎麼辦 你就馬上突破了 哈哈哈哈 直接突破 沒有我覺得發現還是 我本來想說 我應該不會花那麼久的時間在那裡 但是你就這樣慢慢走慢慢走 她的確是一個 很難講你那個一個 要有時間 因為每個故事很長 然後你要去看那個故事 所以你要去之前要想 要跟俊明一樣 或者要跟修行怎樣 下一個決定 要不然你在那邊 不知道要做哪一方面 然後我特別講這個人 他是這個 Thomas Raffles Thomas Raffles呢 其實他在1814年到1816年中 他在爪阿島的時候 他其實特別關心了這兩個遺址 一個是 波羅布鬥跟 波羅布鬥他都有 但是因為他 我覺得他花比較多時間在波羅布鬥 後來 波羅布鬥 波羅布鬥其實他知道 他也沒有花太多引起 那其實 Thomas Raffles他最有名的是 他把新加坡帶上了一個 非常有名非常繁榮的一個 國際商行的地位 那他其實做最大的貿易 那時候是做鴉片期 那鴉片賣給誰 賣給中國人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是一個英國人 那他對於 我覺得外國人對於不同文化的 這種接受度啊 開放這個想要好奇心啊 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以前那些房子在後面 怎樣 全部那一排都是我的真正圖 真正圖 對 他整排跟前面這一排都是 那你怎麼沒有拿到一件 呵呵呵呵 政府莫收啦 為什麼 政府 政府莫收 為了那個建設啊 風根莫 所以你也是杜根受害者 杜根受害者 杜根受害時候不是算杜根 就是 十家國家收回 那叫什麼 為國家好 沒有啊 他就是要 沒有也沒有 杜根吧 他要開路就是在你面前 他老開路 沒有我說假設 他就是在你門前開 在你門後開 他也不管你啊 因為那區都是潮州人 哦 好 我們來看一張這個 波羅布特的第一張照片 就是他出生 面對世人的第一張照片 就是1872年拍的這一張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基本上中間的那個塔跟 跟 我們剛才看到的 Primebanais一樣產 那 他基本上是都埋在這個火山灰啊 還有樹啊 這邊是沒有發現樹啦 可能已經整理過了 不然原本他上面其實 跟武客庫一樣 就是有樹 可是武客庫的樹有些還留得好清楚 這邊就完全沒有啊 都清得好乾淨 對 然後如果你去 如果你要去看日書 你就是要 一定要從這個飯店去去 所以 所以很多人問你說 你是不是住這個飯店 但其實你不一定要住這個飯店 如果你要去的話 因為其實 附近很多 飯店都 價格都還不錯 那當然如果你要選擇 住阿賣也可以 因為在波羅布特有阿賣 那我去看日書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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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中間的這個佛塔 所以顯然他也是重蓋的阿 因為你看看照片他已經都都沒有 這佛塔怎麼會有點回教 回教 回教 你說這個嗎 對阿 沒有阿 沒有回教 那個圓頂跟那個圓頂一起 回 回教的 其實回教的清真寺 是像中國的塔 你看到回教的那個 像一個洋蔥的 圓頂 圓頂 那個是後來的 那這個是比那個圓頂長 所以你看他原本是這樣阿 所以他其實很多其實都是 對比照片 天啊 有沒有 這是我拍的阿 剛好差不多類似的角度 就差不多這樣 類似的畫 中間這一大 好不好 這是從前拍的嗎 其實他旁邊有一個 對他旁邊有一個博物館 大部分人看完不會去那個博物館 他旁邊還有一個博物館 他旁邊還有一個博物館 那博物館其實 就像鬼屋一樣 真的阿 我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 我都不曉得裡面還有沒有其他人 然後每個 每個 都是每個照片都是這樣 他其實有框的啦 那我把框整個拉大這樣 可是他修改的很好 在吳格谷修齁 你可以看新的石頭跟舊的 對非常清楚 這裡不清楚 他的舊的像新的 他的新的石頭 他弄舊好像 嗯 我覺得他可能也有吧 可能他做的比較好 可是我去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好新 所以我才很懷疑說 他真的是九世紀該 他真是他的腳 你看他的 他很利阿 切得太利了 很利阿 我去我也覺得 我其實也覺得蠻新的 可是顏色比較像 顏色蠻像 這吳格谷完全不一樣 吳格谷好像是有兩個團隊在修 有中國團隊跟法國的團隊 還有日本 還有日本 所以他就有出來的 對就每個地方感覺 就一區一區都不太一樣 還有韓國人 他就是佛塔裡面會有一尊佛 你有去摸他們 沒有耶 我知道大家都在摸阿 那我覺得不太禮貌吧 對 其實他們好像有人去摸的時候 就會有廣播說 不要摸 沒有 大家都在摸阿 沒有人在關你 我記得我有聽到 他一直有廣播說 不要摸 不要摸 然後就很多人 很多是穆斯林 我覺得 包著頭巾在那邊拍 我就覺得真的是很可愛 那這個就是剛才講啦 下面就 每一層上面這個壁畫 都會有不同的故事這樣 我去的是1976年去 我去哪裡 1976 1976啊 都還沒生 這都沒生阿 這都沒生阿 為什麼已經修法 對修法 應該慢慢再修吧 一步一步修 因為他1991年 好像有 聯合國才 對啊 那我剛才有講 基本上 Boro Budo 先蓋了之後 後來才有的 Plan Banan 所以我在想說 把一些有趣的照片 做一個比對 你看其實這個是 Boro Budo的 一些佛塔的設計 然後這個是Plan Banan 一些佛塔的設計 一樣也都是有走道 一樣也都是有 這個牆壁上有這個浮標 然後這個是 Boro Budo的這個門 從這個門這樣 一層一層走上去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設計 那 這邊看不太清楚 這個是Plan Banan的門 其實這些都是從Bihara Bihara 印度 印度東北 是日中的中心 所以 所以他其實是 All Connected 很有趣 很有趣 你就去這個地方 你就發現 這些文化 其實 以前還蠻平的 你不覺得那個 像那個西藏 湯卡嗎 那個叫 卡 這個有像 這個是Plan Banan 它那個上面的塔 你看那個湯卡 那個神的背景 就是這個 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 所以其實 Boro Budo 是很大很大的一個 我可以一個人默默 我沒有 我其實也沒有走得特別快 也沒走得特別慢 我就是這樣子 默默的走 然後我發現 我回到飯店已經快12點 從早上4點出門 然後我就坐了車 就回到了 回去日了 好 因為我晚 因為我下午要去那個 Plan Banan 所以一早我們來 就走這一條 然後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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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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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這就是我們看日出的過程 可是你問我值不值得 我覺得 沒有很值得 就是很官方各位的行程 Maybe 你可能可以下午去人比較少 因為大家都是要去看日出 或看日落 所以那時候人最多 不是下午去的人也很多 人也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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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都不太出門 你知道我第一天到那個 我第一天到日熱的時候啊 因為我就是穿 穿T恤穿的 然後我就覺得 欸你們是不是覺得 每個人看我都這樣 你們是覺得我是不會的嗎 不露狂 露太多了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穿長袖長褲啊 嗯 因為熱 曬太 不想曬太 對 所以他們都穿長袖長褲 我在想 誰在蓋這個 是他們的努力嗎 或者是他們的 修行者 誰在蓋 所以是奴隸吧 奴隸 那誰去訓練他 因為這個不是 喪屍啊 你請了奴隸就可以 叼到這麼好的 請了喪屍來 可是 而且 我覺得這個跟吳哥夫有沒有關係 還是跟印度 可是 吳哥夫早期的 的那個 國王就是從這裡來 就是 從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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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一下 另外一個空拍的 對 我覺得空拍真的太壯觀 所以會有人想去波羅蜘蛛嗎? 有人想去波羅蜘蛛嗎? 錯啊 但是不要叫那個 不要叫那個 Ubermoto 因為我去波羅蜘蛛我就是這樣子 我去波羅蜘蛛我就是叫Ubermoto 我想說省錢啊 沒做過我就做做看 我等他等了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這樣划算嗎? 不然想說好你再過來我就做了 反正你都來了我就做 然後後來我看了帳單 好像才兩三百塊台幣 後來半個小時來載我 然後我去波羅蜘蛛也要半個小時 起波羅蜘蛛要半個小時 起波羅蜘蛛要半個小時 其實蠻多人的 超大的齁 他其實是蓋在一個小山丘上 他不是裡面全部的 他尋一下那個 底下那個正大型的 每個地方都全部都是 對啊 他每一個 每一個 欸 有的有 有做然後也有 看在槍壁裡面 他 他 其實他裡面原本是一個山丘嘛 所以 他其實有一些挑戰是他排水的問題 所以 後來當初整理進 排水是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克服的一個難題 那接下來我就在講說 我做完巴蒂谷去了哪裡 我第一天不是到了波羅蜘蛛嗎 我第一天到波羅蜘蛛 然後我做完巴蒂谷 我就去了阿蠻蛛 我去了阿蠻蛛 我做完了這個巴蒂谷 我就去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波羅蜘蛛的這個阿蠻酒店 那 因為阿蠻酒店很常會蓋在這種 世界遺產的附近 那我去 我去 我本來以為很近 因為他其實都在附近 因為其實 從阿蠻居我 你可以直接從你的陽台 看到波羅蜘蛛 然後 我就想說 反正我 下午 反正晚上沒什麼事 就是去那邊吃晚餐 但我也沒有約 因為我本來是跟 飯店借著腳踏車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騎上去 Easy 後來發現 這不是一些很容易的事 因為那是山路 千萬不要騎腳踏車去波羅蜘蛛 沒有變數這樣 他穿布基斯的 那滿好看的 我看到他有什麼 然後 其實我在那邊 看到穿這種 這種 這種 很少 穿這種布巡很少 大部分都是 就穿這種襯衫 然後 黑褲子這樣子 這種可能比較 比較偏一點的地方吧 反正我就沿著這條路 然後就 就騎到了阿蠻 然後我在阿蠻的時候 跟警衛 警衛 稍微鬧了一下 因為那警衛不讓我進去 因為我不是房客阿 然後他問我說 那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訂 你有沒有訂餐 你有沒有訂餐 我說 我也沒有訂餐 他說 他說我不能進去 我說為什麼 那我現在訂阿 然後 他後來就 夢魂的拿出了菜單 他說 那你要訂到什麼 幾十萬什麼 什麼幾十萬 印尼頓那一類的 然後我算一算說 喔 一千兩百塊台幣 還好嘛 反正我都來這裡 沒有 差不多一千兩百塊台幣 我剛才換算一下 就是你要吃 你去裡面用餐OK 但是 你要確定你可以吃超過 一千塊 一千兩百塊台幣 他才要 他就跟你講說 我低銷這樣 其實他就不要讓我進去 他想說 我就穿個牛仔褲穿T恤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說 好阿 怎麼問題 然後菜單房給他 我就把腳踏車牽進去 我就騎進去 然後一進去 然後我就提那個 反正沒人認識你 怎麼關係 不是阿 人家可能有他自己的 反正anyway 我就照他的遊戲規則 他說要低銷 我就去低銷 所以我進去 就 這個是 就進去 反正是他的這個 這個門口的玄關的地方 然後他的設計 你看他就是 有模仿這個Boro Voodoo的 這個concept在做 也是在一個斜坡上 所以他斜坡上 所以他斜坡上 房間都是在斜坡上 他是沿著這個山坡蓋上來 所以是這樣 房客住廟的地 的概念就是這樣 就你跟Boro Voodoo是合一 對 還可以看到Boro Voodoo 而且你的陽台 你的陽台就可以看到Boro Voodoo 而且他陽台 另外一個住房的高低就是 看不到下面 看不到下面 他設計的 他設計的非常 然後他是直接可以 住房裡面就可以看到那個火塔 你躺在床上你可以看到火塔 你那個 騎腳踏是多少 騎上去 騎到那邊 我其實住在 馬洞哈拉附近 我從我飯店到馬洞哈拉大概 就是看是出那個飯店 從那個飯店大概5分 我去那個飯店大概5分鐘 然後我從那個飯店再上去 因為他一條路上去那個 阿蠻居我 我大概騎了 10到15分鐘 沒有很遠 我覺得沒有很遠 只是後面有點難騎 是不是 我後面用牽的 因為他外面真的很好 佛景第一排 沒有我就想 Anyway 我今天沒有分享我吃了什麼 對我們想要知道 1200塊可以吃 低箱是什麼 我其實 我其實吃了三道菜 我吃了一個沙拉 然後 一個咖哩 還有一個甜點 然後對對對我吃了三道菜 然後還 我沒有點酒 我一個人沒有喝酒 但我點了 Sparkling Water 哈哈哈哈 還有1200塊 我算完 我發現我吃了大概 我以為我吃了大概2000塊 就這樣喔 我就只有吃這樣 因為我大概 因為我常常搞不懂 印尼燉怎麼換算台幣 因為那個數字很大 後來我算一算 吃了大概1800 我以為吃了1800還多少 後來收到帳單差不多1500左右 也是 也是不是那麼便宜 對啊 沙拉巴 而且只有我一個人 可是阿曼這樣算便宜 阿曼這樣喔 可能 可是他的份量 可是他的份量 一個早餐 一個早餐要 110塊10 才這樣說 對啊 我就覺得 但是我覺得那個樂趣是 比如說 因為像我從門口進來 門口進來 其實他就經過那個高塔 所以他整個都是一個 一個圓形 他主的接待中心 就是一個 一個圓形 然後右手邊進去就是那個 他有一個Shop 然後就可以在那裡 來買東西 所以警衛對你們好嗎 可以看前面那個 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 這是 旁邊那兩個是什麼 銅 銅 銅欸 我也沒有特別注意 可能我就急著 右轉進去那個禮品店 裡面有什麼可以買的 這個也是很早期的阿曼 這也算很早期 對 很早就挑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進來 賣阿曼賣給蘇菸 真的啊 然後你進來 你穿過那個 下去這邊就是 他用餐 用餐的地方 那你的view就是這樣 哦 他的view 我去的時候有點晚 因為我下這個決定的時候 已經太晚 然後我又騎腳踏車了 他地上還是白色沒有錫紙嗎 你還記得 不是不是我 不是我 這個下面都是睡十字 有睡十字 是睡十字 對 就小石頭這樣 對對對 那那個是過道 對啊 因為你左邊 右邊就是房間阿 把你這樣走下去這樣 他就是一個斜坡馬 然後你吃飯的時候 還會有這個 音樂在旁邊伴奏 所以應該也算 也算划算 但我會比較 建議 推薦就是去 去吃下午茶 這邊 因為你可以享受那個 如果你時間夠了 然後這是他的餐廳 其實我坐在還是邊邊的位置 你坐在邊邊的位置 如果白天的話 你應該也是可以看到 看得到菠蘿菇頭 他們也都是穿 傳統的服飾 去的人都很好看 這個也是嗎 是當地人 本地都外國人 沒有當地都外國人 我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吃 然後 總共三桌 就三個人這樣 就三桌啦 大概 加千 有日本人 加起來可能 前前後後上可能 大概三四桌吧 那都是一個人嗎 欸 日本人是一家人 然後 呃 有一對同志 男生 然後有一個女生跟我一樣 從頭到尾都在打電腦 因為我沒有人啊 我說我在跟我朋友聊 我說我在波羅部 然後他說 因為後來天黑 我真的沒 就只能聽音樂 不然就是用手機跟人家聊天 他是從那個 台階房 拍上去 這是他的房間 這是他的 這是他的 我請他帶他 我請他帶我去看標準房 其實 這個床 跟那個後面的浴室 也是很搭一間 然後我覺得他根本就是 差不多比例是一塊一塊是一樣 因為他的陽台超大 那你也可以選擇在你的陽台吃飯 這個是阿曼的享受 那 呃 我在看完波羅部頭 隔天 欸 看完普蘭巴蘭嘛 普蘭巴蘭我就去看了這個芭蕾的表演 結束之後 隔天我又換了一個飯店 我去的一個飯店 叫做 Phoenix Hotel Phoenix Hotel 是1918年 蓋的一個 一個房子啊 那 為什麼會特別介紹他 因為 他是 是200年 1918 沒有啦 100 100年 19 1918 1918 1918 200年 欸 100 冷罩 這是荷蘭人蓋的 我不曉得 沒有他沒有特別講誰蓋的 但是 他一直以來都是 做飯店 然後也曾經 做為 這個誰 誰的 誰的官邸啊 印尼第一任總統的官邸 印尼第一任總統的官邸 印尼第一任總統是誰 蘇卡諾 蘇卡諾 對 那就是做第一任總統的官邸 那我特別 這是最早的樣子 1918年 那樣 我喜歡他的原因是 他裡面的一些內裝啊 有阿努某的這種裝飾 阿努某基本上是在歐洲非常流行 是 19 19世紀末 到20世紀初的一個風格 像這個 玻璃啊 把手啊 還有這個 線條 這樣好看 但我覺得這個飯店有個缺點 他其實附近都沒有什麼 所以你就只能 帶飯店 想說飯店 因為飯店也老 他前面是老的 後面已經都是新蓋 我住的就是新蓋的那個區塊 然後這是他的回廊 我覺得 我覺得蠻 對我來講我覺得蠻美的 因為阿努某很多這種線條啊 流線的這種風格啊 花瓣啊 然後 花啊 葉子啊 這種流線型的設計的圖樣 這是他的把手 因為他是鳳凰酒店 所以都會有鳳凰的圖案 然後 現在呢 這個飯店本身已經是Sofitel 旗下的 連鎖 全球連鎖飯店的旗下的其中一個成員 那 這是他 嗯 飯店裡的一些其他的裝飾 我是看到回轉樓梯會很興奮的 所以我就 看回轉樓梯 因為他很多細緻的這種雕花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除了他的設計還有他的顏色 我不曉得他是 但是做得非常漂亮 他是他的餐廳 我覺得餐廳 東西我覺得普普通通 但是他不貴 我後來一個晚上 其實他將近不到四千塊 嗯 他是 他是Rankin的 五星級飯店 嗯 我覺得五星級飯店 沒有四千塊 這是泳池嗎 他不是泳池 欸這是泳池 欸這是水池 對不起 這水池 游泳池在後面 這就是他用餐的地方 就是很標準 辭民風格的一種 一種 內裝的設計方式 嗯 這是剛才看到是一個噴水池 這是我的房間 他其實有個陽台 在陽台裡面 沒有辦法打開 打開就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可以走出去 欸我沒有放他 他有個游泳池 他游泳池後面 其實全部是新的建築 也蠻漂亮的 他最常用的是那一張 欸我沒有 柏秀 有一個柏 這個有一張 有一張的 有一張的啊 對對對 這裡面就有他的游泳池 最常最常 最上面那一張 那個是新的 那個就很陽派了 那最後我想要再介紹一個圖案 那最後我想要再介紹一個圖案 因為我最近發現幾個不同的連結 跟這個圖案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啊 這個是剛才提到的這個 蠟染的 A Forbidden Patterns 那我現在講的是最右邊的這個卡腕 卡腕原本是來自於這個 果實的 水果的圖案的一個設計 那其實你很 很常看到他們現在這樣傳 這樣傳 那我不曉得你們看到這個圖案 你們有沒有想到一個東西啊 因為我看到這個圖案 我就想到這個 那我覺得這個 欸 誰跟我們太搭了 這兩件 我覺得這兩件事 你不曉得有沒有 有沒有關聯性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嘉義水上的林測泳池 這是他 他客廳 一堂上面的這個 氣窗 的一個裝飾的方式 我個人其實非常喜歡 這圖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個是 我以前工作的時候 在上海做的一個案子 他基本上也是一樣 也是這樣子鎖鏈型的布 所設計出來的圖案 就是我想把這件老的東西呢 帶一點新的一種轉變 這是一塊壁紙 那如果你們對蠟染有興趣的話 其實故宮博物院也有收藏一批 非常精美的蠟染 有機會可以去故宮南院看一下 南院 對啊 故宮南院才有製品 故宮南院有特別設計一個製品館 所以因為製品館 所以他的這個天花板是非常高 應該有四五米那麼高吧 只要倒 但是不可以整個壞的方向 那他之前有展出像 比如說這個寧夏的地毯 一整片以前這個皇帝腳下的 宮廷的地毯也是展出來 非常 其實我覺得蠻不錯的 但是 可能大家覺得交通上有些挑戰 不然其實故宮南院我讀的 他陸陸續續其實還蠻多蠻有趣的 故什麼 這個 這最後我想要寫的就是 We are all connected 就是我想要分享 因為今天其實 透過這個格魯達 然後我們去了不同的地方 然後跟著寒露曼 然後我們到了這個 反反那 去了波羅布洞 然後最後 我們會看這個不同的蠟染 這些現代的影響 希望跟大家有所幫助 那我還想再分享 我還想再分享電影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看這部電影 最美的安排 你們有沒有看過 最美的安排 其實每個人 他裡面的三個角色 分別面對不同的問題 一個是面對 欸 照我的話會不會爆雷 沒關係 一個 一個要生小孩生不出來 因為他的卡斯非常堅強啊 他的卡斯有卡特溫 凱特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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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這個 還有誰 還有這個 威爾史密斯啊 啊 還倫米蘭啊 對 卡斯都非常的堅強 然後他裡面其實三個主角 面對三個問題 一個是生不出來 一個是 一個是 得癌症要死 然後一個是 一個小孩死掉了 喪子之痛 他沒有辦法從裡面走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哲學啊 剛好呼應了 呼應了這個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 印度宗教的三個主神 Vishnu 代表守護 師婆神 代表破壞 或是毀滅 就是面對死亡這個問題 還有什麼 Brahma 創造 怎麼生出小孩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目其實 這個電影本身對我來講 我覺得蠻有趣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這個trainer也可以自己上網看 那最後我覺得 反正大家會來聽這個演講 雖然大部分是我朋友 你們應該對這個世界有充滿很多好奇心 那我最愛看的電影呢 是 新紀念Star Trek Star Trek 每次Ending都會講這些話 然後講完這些話之後呢 這個建長 就會坐在建長的位置 然後說 Engage 所以你們就可以去探索很多不同的 Engage 就是啟動你們就可以探索很多 很有趣未知的世界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